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寿佳想要诉说的故事 李老师是我们中华 中华会堂人 你看大家看老师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他美少年人又有活力 又有冲劲 他设计去作画 把他缩锦 缩锦 用他的会话的技巧 可以在他的画作当中呈现 老虎天哪要吹卫什么道 老虎也是要把老虎卫出来 怎么可以说 那时候都画好听 你出来都从特定的好听 就画好听 下雨天 冬天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说 你要留下东西 你就会画出来的东西 不然人家会说 不然叫我画 我就会画 我会画 会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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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办 我就稍微会画出来 好 我就留下了 李四正老师走遍台湾各地 用彩笔记录风土民情 山川景物 写生自然与时空微妙的变化 和生命与时代的脉动 我爸爸的那个水墨画 他融入西画的部分 就是他有开始三点透视 传统的水墨画就是可能都是画一些 中葵桌腰 八仙过海 就是你会去看到是属于平面的部分 可是我爸爸开始把西画的部分融入到水墨画的创作里面 然后再来是因为 因为我爸爸后来毕生他没有再拍第三部电影了 他开始把他所有没有完成的电影梦 就是所有电影的画面 他融入到他的水墨画创作 所以我爸爸的水墨画里面会慢慢发现有电影画面 2014年第51届金马奖 追师已故电影人翁大成导演 他在绘画创作上同样开展了丰硕成绩 凭借着长期服务电影界的经验 将电影所呈现的人性意念中的喜怒哀乐融入人物水墨创作里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公映频道张华云 张华采访报导 由于总和光以伟静新出现 公映不足 公映 务物水墨